如果是老师的话 是不是总是要统计 学生的总成绩是多少 那这个学生的总成绩 我如果要在这一格 要算三个成绩加起来的结果 我要运算 只要你要做运算的话 请帮我多按一个等号 要先有一个等号 然后来看我这边 大家都先看我这边操作 先别急着操作 我会讲两遍 没关系 第一遍先听我讲 我第一个先按等于 然后假设我是三个词要加起来 那一般来讲做法是等于 然后你就可以去点这一格 你看我这里的公式 我先讲一下这里的公式 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你仔细帮我看 两边是一样的 那现在仔细看 我这等于这一格 请用滑鼠去点 你有没有看到它出现B2 上面也是等于B2 B2是什么东西啊 B栏第二格就是它 它是用B栏第二格来代替 然后我再按加 英文这一格 C2 再加 第二 就是这个学生的成绩 按下Enter 它成绩就出来了 可以吗 它的成绩就出来了 但是你就觉得 哇那我有50个学生 难道我每一个都要这样子来 等于 你看我这边我再按一下 等于 这一格加上 这一格加上 这个Enter 等一下还给我出现FORCE 重来一次 哦 这边后面写错了 我这边写等号 加号 B3这一格加上C3这一格加上B3这一格 然后按Enter 难道如果我有50个学生 我这样按14也很累啊 对不对 跟各位讲 先讲 我只要打好第一个 你看哦 我只要打好第一个 确定算式是对的 你有没有发觉 这一格的右下角 有一个方形的点 你把游标移到方形的点 你看哦 变成十字的 你就可以按着 往下拉 到有资料的最后一格 放开 全部算完 可以吗 然后你觉得 难道他真的算得对吗 我点这一格来给各位看 你看他的公式在这 他的结果在这 公式在这 B4 你看哦 B4是哪一格 B4是这一格 加C4 C4 耶 没错 是这一格 然后加D4 D4是这一格 对了 很好吗 很神奇吧 你看哦 这一格都是B2 C2 D2 这一格是B3 C3 D3 这一格 B4 C4 D4 B5 C5 D5 他自然帮你 你这样拉下来就 所以我跟各位讲 Excel有一个好处 如果你的公式是类似 每一个都是正好是左边的 或者或者是上面的 他的每一个都是旁边的加总起来 或者旁边的做什么运算 你接下来把这个点往下拉 后面的公式就一模一样 所以这一格公式 我说先要打的是等号 之后用滑鼠去点这一格 我等于这一格 加上 这一格 加上 这一格 然后按下 Enter 这一格结束之后 回到原来这一格 把这个点 往下拉 放开 都结算完了 可以吗 那当然 加总有加总 等一下我会介绍到一个函数 又会更快 但是我们现在先用这个 土法链钢的 至少 先一个打好 然后旁边右下角的控点 控制的控 控点 按着往下拉 放开 后面的纸的算数 它就自然都帮你算好了 可以吗 好 来 各位操作一下